今天我們下一個處理 Part B 了 Part B 要開一個 account 就是 AD of Machinery 我用另一版 AD of Machinery 其實我們需要知道什麼呢 就是基本上 相關的交易 我們都要在這個 account 中處理 我首先畫一個 account 出來 叫做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Ivan Machinery 這個累計折舊帳戶是一個 Contra Access 資產對銷帳戶 所以它的方向上是什麼呢 就是跟 Access 打交 跟 Access 剛好相反 相反的意思就是這個東西增加 在右手邊減少 會在左手邊 開這個 account 我們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做一個 Balance Block Down Balance Block Down 就是年頭的數字 你對回這裡考 Machinery 看清楚 Machinery 就是這顆36000 元的數字 如果你想對回日子的話 你可以寫21年11日 也可以 我這裡就不處理這些東西了 然後下一件事我要做什麼呢 其實關於這個 account 我們知道每年都會記錄折舊的 那怎樣記錄折舊呢 就是 Debit Depreciation Expense 就是 Credit 落來這個累計折舊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的 account 那你也有定心理準備 如果這樣考得的話 其實都可以寫定 Working 1 了 即是 Working 2 也好 總之開 Working 去計算 然後我們看看這裡有什麼要我處理 就是 Item 1 了 Machinery 在 21 年 4 月 1 的時候 其實是做了一個 Disposal 那東西的 Cost 就是 2 萬 這個就是它最後收錢收到這麼多 對於我們這個 account 要做什麼呢 其實放下去不是 2 萬 也不是 1 萬 也不是 1 萬 就是 Machinery 了 它是 Assets 出售當天的累計折舊是多少 而對於我的 account 名字呢 其實就是 Disposal of Machinery 所以這又是另一個我們要計算的數字 好了 我先處理了一個叫做舊的 Machinery 我先把舊的 Machinery 放在這裡計算 這個舊的 Machinery 其實大家可以數一下 特別是 Depreciation 考試 大家都可以畫一下 Timeline 給自己去追 2019 年 1 月 1 的時候 就是它買回來 成本就是 2 萬元 題目比的 然後經歷了 1 年 2020 和 2021 什麼時候買的呢 就是 2021 年 4 月 1 日 即是說今年我們要做多少個月的 Depreciation 給它呢 就是 3 個月 1 2 3 三個月 4 月不計算 然後前面 2 年就是 2 個完整的年度 而這個 Machinery 的折舊是怎樣計算的呢 根據題目就是 20% per annum on netbook value 所以第一年的折舊是多少呢 20,000 乘20% 那就是 4000 第二年是什麼呢 Netbook value 乘20% 即是 20,000 減了 4000 再乘20% 那就是 3,200 然後去到第三年 即是現在最後的三個月 20,000 減了 4000 再減了 3,200 然後乘20% 這個是全年的 那我要三個月而已 乘3 除12 那就是 640 所以這三個數加起來 其實就是個累計折舊 那就是 7840 換句話說 來到了 Disposal Day 那天 就是 7840 的累計折舊 所以我們會在這裡拔走那顆數 那如果你叫做深水清的話 即是叫做 1-1-1-1 做過 Disposal 的 Journal Entry 的話 整件事就會是 你會 Credit 了這個叫做 Machinery 就是 Add Cost of 多少錢呢 就是 Add Cost of 2 萬元 然後 Debit 就是 AD 累計折舊 of Machinery 剛剛算了就是 7840 收錢的部分 他不是說 Sold On Credit 我就假設他收錢 即是 Debit 的 Bank 收錢 那整件事出來賺定虧 算一算 12000 元加這個數 19840 那孔在左邊 20000 減回這個孔 其實孔是 160 元 那我虧少少走人 就 Debit 回我叫做 Loss on Disposal 變賣船室 Off Machinery 這裏就順手找到 Disposal 的 Journal Entry In case你忘記了 那這條題目就繼續做了 我們其實要處理就是 Working Want Depreciation Expanser 這個大家就要比較小心 因為現在又有舊的東西 又有新的東西 所以大家要追蹤他們的 Netbook Value 我們看看 Existing Machine Existing Machine 是這樣的 我們的 Cost 本身是 10 萬 但是你現在 10 萬裡面 就賣走了一部成本值 2 萬元的東西 換句話說 餘下的 Machine 其實成本是 8 萬元的 AD 了 Accumulator Depreciation 本來就是 3 萬 6 千元的 OK 在年頭的時候 3 萬 6 千元 那你這一部賣了出去的東西 AD 是多少呢 在年頭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個 第一年 4000 再加第二年 3 千 二 那就是 4000 加 3 千 二 那就是 7 千 二 那這裡就是 3 萬 6 減 7 千 二 就是 28 八 零零 換句話說 餘下的 Machine 的 Netbook Value 是多少呢 100 萬 減 它 51 千 二百 那這裡的折舊率就是 20% 那就是 102 四 零 即是 102 四 零 就是你沒有賣到的 Machinery 今年要做的折舊 但不只是折舊這筆數 因為你賣了的東西 今年也要計折舊 計多少呢 計3個月 計3個月 即是 640 的部分 那所以 其實你這裡是 102 四 零 再加 3 個月的折舊 640 那總共是 10880 那下了這些數字之後 你就賣了尾 3600 加這個數字 減 740 我們有一個 Ballantary Forward 就是 39040 如果你考試的月的折舊 其實都可以玩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如果你最後要做 SOFP 出來的話 那這個數字就會是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of Machinery 在年尾 10 月 30 日的數字